現在油價這麼貴 訂了電動車 有時間等才交到車 就算讓你買到 出街充電也要等 不過今天這兩輛車是不用等的電動車 沒錯 我們今天介紹兩輛車都是日產出品 一輛是Serena E-Power 另一輛是Node E-Power E-Power的特性跟傳統電動車一樣 是100%由馬達和電力驅動 但不同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車內多了1.2公升的引擎 各式負責發電 所以兩輛電動車是不需要充電站充電的 去油站入油就可以了 說得對 所以E-Power系統的車 有電動車 起步快 行車寧靜的優點 但又免除排隊等充電的煩惱 雖然日產推出電動車已經有一段時間 但依然推出E-Power系統的車 無非都是想大家在選擇新世代的能源車時 多一個選擇 不過這兩輛車都好像推出了一段時間 幫你拿這兩輛車出來做甚麼呢 沒錯 不過現在的車主好像盲腸電動車一樣 其實應該要冷靜一下吧 正如你所說 新世代能源車是另一個選擇 不過大家好像遺忘了他一樣 遺忘我們就寫一條Facebook feed 令人重新記憶 你把我們倆出來做甚麼呢 熱死難難 不是呀 大家都知道E-Power是省油的 但有實際的省油就找你倆來挑戰一下 挑戰省油我最厲害 我最有名的省油腳 我贏眼他 我參加省油比賽獲冠軍的時候 他都不知戀愛為何物 人生都沒有理想 不是呀 只是在吃奶而已 不是你們倆挑戰大家 而是挑戰車 做一個實際的耗油量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做得太低的時候我怕拍得很差 你知道我出名省油 駕車亂來 又阻擋又擺 不要緊的 戰果就是最好的證明 不要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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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嗎 開車了嗎 隨時可以 怎樣回答 喂 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嗎 你開始看我 我已經 我已經 我猜猜拼數了 兩位掌手拳頭 對了 猜拼數了 贏了就是Nox epower 輸了就是Serena epower 我猜拼答案 還沒輸過 1 2 1 Nokes e-power 你便是Serena e-power 談談兩輛車的油耗 Nokes e-power是33.2kmh 而Serena e-power便是24.4kmh 這是JC08的數據 等等JC08真的不可能達到這個數字 難一點 如何挑戰一下 那便找你們挑戰一下吧 你是省了一輛電池 JC08很不現實 對 那當年駕駛到哪裏 由這裏停車場駕駛到黃金海岸的回線處 來回一轉 大概20kmh 沒問題 沒難度 開始了 一點也不怕 開車了 開車前重新平均油耗的標 現在所有東西都到了0kmh 好 準備出發 開始前重新錶板 先拍攝給評判看看 正常來說 我一定的數字沒有做得太漂亮 因為Serena的車重也相差很遠 但這輛車多了很多人 爭取時間 因為停在這裏 開冷氣也正在使用我的電池 開冷氣也正在使用我的電池 說一點關於Serena的資料 其實這輛車在2019年已經正在賣 一推出時 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甚麼 後來知道E-Power的科技 它真的非常節儉 所以累積的銷量都賣得很標榮 這輛車有很多人使用 我現在駕駛這輛是第三代 其實Note在2004年已經推出第一代 當然E-Power版本也是剛剛2021年 去年才來香港 它的綜合馬力 電動輸出的馬力是136匹 數字上不太高 最強是它的扭力表現32.5kg 相比同級的2公升純氣油MPV 它的扭力差不多大了六成 這個扭力大的好處對於一輛七人車很重要 雖然它不是一輛Sport 車重 你很多時候要滿足 你起步立挪 駕駛的人就很慘 你拿著這輛Sorena E-Power 完全是沒有這些事 因為它的起步相比同級的MPV 它的確明快很多 說說它的力量 在性輪方面 它有116匹馬力 28.6kgm扭力 當然電力不夠力的時候 發電機的馬達都會直接給電驅動馬達 這輛車有三個行車模式 S、Eco和Normal Eco大家知道是甚麼 Normal即是甚麼都沒有 S就不是代表Sport S代表Smart 根據不同的情況 自動控制Regen的比率 你何時需要多充電 何時需要多充電 何時需要多充電力 我自己設定的就是S Mode 看看平均油耗有多少 剛剛開車都頗漂亮 數字都11點多 一個很短時間油耗會多了 我們今天會駕駛20公里的路 我現在正在使用Sport Mode Note E-Power有幾個模式 有EV、Sport、Normal 據說用Sport Mode是比較省油的 很離奇的 至於駕駛感 這些box size的七人MTV 真的不會有甚麼駕駛感 Sirena 綜合一點的評論是 不算很吵 因為引擎的確不是整一張 它的避震不會軟軟軟 不會令這個箱在山路時搖來搖去 當然是較慢的速度之下 它很容易駕駛 很容易適應 體位不難 駕駛得很輕鬆 作為一部家庭車 我覺得OK 沒問題的 它的儀錶板是全數量 左邊的螢幕可以切換很多不同的模式 我現在切換了一個能源模式 怎樣才可以節省油 你的腳要經常用E-Pedal E-Pedal是可以用一個油門的腳甲 控制起步及鼻油 它一鬆開時便會回復電源 好像我現在放開了 車便會駛停 最初需要少少時間習慣 但你用起來都覺得很方便 尤其是在塞車時 另外在這個錶上面 好像一塊菠蘿 你會看到零零射射在10點鐘位 有一個Eco分段 長時間斷你的腳在Eco區域內 游走便會省很多油門 駕駛電動車的朋友相信都知道 現在新世代的電動車 很多時是靠電門去控制車速 如果說到這方面的設計 我相信日產的E-Pedal 是秘組 最早放在E-Power系統內 已經引入了這件事 就是靠一隻右腳去控制油門 加速減速 當然不同的地方 未必會完全停定 但幫助你減速 所以在這方面的設計都很成熟 而且駕駛車主 會相對容易適應電動車的 所謂One Pedal Drive 你現在有甚麼數字 我現在的數字 等一下 我現在同期放的落差 15.2 你現在多少油耗 剛才22.8 現在又打上23.4 你的數字真的很漂亮 我駕駛車這麼重 我本來都是帥 多年來看一下 每厘每列有26公里 哇 瀁鐵地省 對 我也說到出名是省腳 我沒有壓中 我沒有矮欄般運動 是時速40多 我為全程也會用穿動模式 所以證明了穿動模式可以多省 我都不知道為甚麼 其實我不明白的理念在哪裏 穿動模式是稍為嗎 因為Sport4雖然力量會較大 但它的重量會較強 每次一收油 它會將你的回收電量較多 所以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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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ECO還要省一點 看看那個人 看看那個人 看看那個人能否做到漂亮的數字 好 我過去看看 好 怎樣怎樣 看看 看多多 這個人一邊開車 很厲害 一邊走路 哇 我現在看到了 它的數字是漂亮的 但不是聰明在它 不聰明在車輛 細胞大 真是 不是這樣的 官方數字的百分比 我那一部也是節省一點 這個也是事實 但比例上我做到一個 跟官方數字不是差太遠 你明白嗎 那這個要做多久 看看開股 每列16公里 又不是太差 雖然跟官方數字有段距離 當然有距離 只有JC08 但我又開冷氣 我又不會喊矮爛 我也是會開冷氣 我當然會開冷氣 但16kA 都是計算上來 一個是有未計設構的 那麼大價MPV 最便宜排費 那麼大價MPV 30多kgm扭力 這個數字也很漂亮 冷靜一點 我的朋友價格 都是我省口一點 我省口一點 我駕駛一點 我的朋友價格MPV 等等等等等等 甚麼事 還有第二回合 還有第二回合 還來嗎 你們交換斜炸 這輛是由JIN炸 不過這次要再切合實際的軸 要全層 坐滿五個人 再加一個比較重的氣床行李箱 要百多二百磅 再走多一轉看看 再走多一轉和一個路程 看看會不會再食油一點 我呢 我們駕駛一輛Note E Power 這次就走一段山路 這輛Note E Power 駕駛過了 都操控不錯 走兩轉看看 給予實際數據觀眾參考也好 對 多一些情況下 給予更多參考 但待會我全錄後 跟它駕駛差不多 我怕它會尷尬 又輸多個回合 那我不會尷尬 我會翻桌 如果它全錄後還可以省油 我要回去檢討 那我先放行李箱上來 重重的行李箱 還有我們哪有五個人 你要上車 要做姐姐 也好 一個人等於兩個姐姐 姐姐通常鎖水口 家庭車通常都一家四口加上姐姐 加上少許重東西 找些小朋友上來吧 我們攝影組小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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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油吧 你正在給油吧 你安靜點來 先生 正在幫你 很熱 開大一點的冷氣 你不要在這裏搞我的數據 我沒有搞錯了 我現在全錄了 開到18度 還想怎樣啊 陳生 中排冷氣先開 開了 開了 你聽不到當年剛才說 正在享受冷氣嗎 好了 我們真的有多少公里 剛才那段路來回一次 這裏老爸真的很吵 對呀 這裏姐姐很煩 你不要這樣說我吧 鞭 你看我又給油的 但我們那幾千元的薪金 又要我幫你坐車 還有兩個臭小子 真的 我的合約沒有包吵這件事 老爸又不開車 又要老婆駕駕駛 駕駛著整車的男人 你看 真是可憐 給油吧 你不要吵 30多kgm扭力 善用它才行 對呀 全錄的情況下 都不會有甚麼問題 如果它做了數字 全錄都比我好 對呀 怎樣 怎樣 說 全部都不用上班 為甚麼呀 我也不回 其實香港人真的很喜歡 駕駛人本的家庭車70MP 對呀 駕駛的就不開心 後面坐的挺開心的 對呀 睡著一點 不過一會兒睡著就拍醒它們 沒有讓它們那麼誇張 因為中排又坐得舒服 你看 中排兩張獨立椅 而且我覺得主要是日本NPV的設計 真的很細心 很照顧家庭 所以好像這個儲物界 嘩 多到雲 對 剛才是攝影師 這裏又有 這裡又有 接著它有很多USB 很多12W 前面有一個箱底 放電話 還可以有充電線 它的中排亦是變化多端 可以移動前後 以背角角度 兩邊都有扶手 還可以把兩座椅放在一起 然後又可以擦開走廊 讓你方便上落第三排 還有我很喜歡尾門的設計 其實我也經常想在公司買一本SERENA 對 第一 我認為攝影師好用 第二 當你一串二軟又不夠位置 開過尾門的時候 就這樣開一塊玻璃 一樣可以放到東西 而且它的地台底 我目測都… 我想放到… 放到你下去了 很重要的 放到剛出生的我下去了 還有我哥哥也行 還有踢踢門 踢踢門的意思是 當你沒有手開側門時 又抱著寶寶 要安置他 你便帶著車底踢一踢 門便會自己打開 這也是窩心的設計 日本人才想到的 而且感應也頗快 不是踢幾腳才能感受到 不是歐洲車的 歐洲車真的踢極不開 現在新增的版本 螢幕已經大了 有了有線的Apple CarPlay 對呀 我都發覺我的Lokes的螢幕大了 因為現在新版本 兩部車都變成10吋螢幕了 對呀 兩個介面完全一樣 有趣在 Sirena可以用軚盤控制音量 現在Lokes是不可以的 Sirena亦有多樣東西 你拍車時按相機 例如儀錶板會看到螢幕 這裏又會放大螢幕 但不知為何 在大螢幕上看的解像 就不是很清晰 用儀錶板看就很清晰 我作為乘客坐著一輛MTV 其實真的頗開心 駕駛起來也不錯 因為這部車的視野很闊 你看它的A柱前面 對呀 我也有說過 那個視野非常非常清晰 你看看這部車的海景多漂亮 喂喂喂喂 14.6公里 14.6公里 這什麼事啊 很痛啊 這14.6公里 我來的是什麼股票急式 立即入貨嘛 加量 剛才Gin做了一個很漂亮的數字 現在是26.4公里 我不知道人家聰明還是車力 都不要緊 這是一個很亮眼的數字 到我了 我現在負責劈山 油耗一定會高了很多 看看會高多少 希望不要太多 買得到Note的人 很多人喜歡這部車仔 省油耗 實用性很高 豪渣 除了銷量證明它之外 原來這部車在2022年 就拿了日本年度風雲汽車大賞 即是半棍 挺花費的 這部車除了實用性高之外 另一個我之前試車都說過的東西 就是它非常豪渣 以一輛小車來說 它好駕駛在底盤的光性 起出望外的硬正 再加上電池重量在底下 令到這部車的重心亦是低的 它的懸掛當你需要舒服的時候 它又不會太躺 太跳 而當你像我現在的情況 一人駕駛山路輕鬆一下的時候 它的避震又夠撐 是靈活的 而且它的軚感 轉向比例在小車的範疇來說 我會形容是緊湊的 有質感 當然不是非快的轉向反應 很誇張 始終它是一部電動車 駕駛上來是有電動車的特性 馬力不是很大 扭力也不差 20多kgm扭力比同級的小車高 你一踩到電動車上 的確頭段有些少許彈出的感覺 給少許數字參考 廠方說0至60公里是3.6幾秒 頭60公里也很高 尾段又不是很差 廠方亦提及極速是170公里 整體駕駛上來也算是Sporty 當然與運動車不相比 若然駕駛上去Sporty也不足夠 在外觀上便利用 代理提供了一套Spin Kit Package 這套是比較膩的 銀色的Trimman 也不太誇張 但也覺得會有些東西 想再漂亮一點就有一套Red Line套件 回到他們的八卦幽默問我做多少 回來了 回來了 怎樣 多少啊 當然油耗數字會跌倒 但我覺得仍是帥氣的 答案是20.4kmh 你炸走了我幾公里 我上山了 山路很斜 要用力的 但也不錯 計算上來 剛才這輛Serena 兩次第一回合遙合 即是平均多少錢1kg 第一回合在一個人駕駛的情況下 就約莫過4人錢1公里 但在全loading的情況下 就大概過6公里 但如果扣接購優位 這些東西只不過三公里 坐五個人 三十磅 以MPV來說 它真是細咬黃 我這輛當然是漂亮很多 即是它一個人巡航時 平均油耗大概是9毫至1公里 我扣上山了 一個1毫半 都是未計算折扣 換言之 這輛車基本上 長期可以做到1元1公里 綜合的評論就是 怎樣砌都不足夠 是的 當大家在盲腸電動車的時間 其實e-power的車 真的是另一個選擇 值得考慮的 你說得對 盲腸電動車 大家看了第二集 你準備好駕駛電動車 未看 快點看 其實如果你家裡不能充電 在外面充電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很艱難 是的 即是會很困惑和很痛苦 正如我們所說 充電其實是要成本的 大家不要以為是零成本 拍車要前 還有時間也是金錢 你特意駕駛車出去為了充電 很多人看見就是 去到充電站 特意駕駛車去 等位置坐在車內 等位置拍進去 然後又坐在車內 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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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時間真的 我自問我不行 即是何不退而求其次 你又想享受電動車 不如試試一部入油電動車 入油起碼比充電 肯定的 這是事實 另一個項目就是 我們的評論 經常都有那句 何時有電動七人車 尤其是日本那些 日系的MPV一來 一向都是香港小家庭 大家庭的選擇 即是他們很需要只有一個位 而很需要有七個人 即是容量要很大的時候 他們很渴求一部日系電動MPV 但現在是未有的 加上車價三十多萬而已 月供都是四千多元 其實我又覺得 沒有必要為了遷就 為了節省少許油 去選一部電動車 這車更划算 二十多萬元 月供都是三千多元 我又覺得 最重要是看自己家庭有沒有差 沒有 我覺得E-Power 絕對是新世代能源車的另一個選擇 沒有需要大家用去買電動車 希望大家今天 透過我們這個實測的數據 給大家一個參考 當然會跟官方的數字有出入 但這是一個真實反映到現實的數字 大家對E-Power有甚麼評論 不妨在留言說 我們會盡量回答 今天這段影片就到此為止 好 駕駛E-Power的車主 大家不妨在下方留言說一下你們的感受 說一下你們實際做到多少油耗 聽說其實都很快 對 節省腳王比他更厲害 今天就到此為止 拜拜 下集見 拜拜 拜拜